消防破槍救援,南丫4號吳避人 這宗造成至少十二死,十九人失蹤的撞船災難發生後 轉處理重大災難的政府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隨即啟動 消防亦在南丫4號下沉期間已趕到撥爛槍救援 中心亦指揮警方,海事處與醫管局跨部門應變 我們拾區所有緊急救援的部隊現在都集中在這裡 超過53個傷者被分流到馬例、伊利沙白、東區等港九多間醫院 被攔腰撞層的南丫4號載到230人,大約長20米,屬於港燈擁有 用了很多年下,便用來接載港燈員工來往鴨利州和南丫島 有港燈員工爆料說,平日乘搭時,船長見到大船 都不會避,覺得很牙煙 而被指撞人的港九小鄰海太后,長28米、闊8米 大南丫4號差不多一半,載到389人 最快每個小時行24海里,事發時由中環回南丫島 而在1996年和1991年的大連初二,分別有兩架遊艇看完煙花之後 和三層輪船以及小輪碰撞,有29人跌下海造成一四輛箱 在1996年和1996年有1996年